马来西亚志工首次在当地举办四合一干部研习营 减少搭飞机来台湾的碳排放 而这次营队在雪龙和槟城 晋司堂两个地方举行 各有两千人报名 在槟城这里还有两千公里外的缅甸志工出席 而堪移的前夕晋司金社法师爱德定林 感恩三百位志工的承担 默默付出成就这个营队 慈济四合一干部研习营在大马首度开营 时间带您倒转回到营队前 槟城喜盛中心大楼作为研习营场地 志工总动员以年度大扫除高规格 启动无死角清扫模式 两千人的大活动 原本厕所不服使用 但租借流动厕所一天要两千五百元台币 槟城分会改由组合物材料 自行搭建简移厕所 也规定每人只能用一杯水的量冲马桶 解决庞大志工的如厕问题 台湾金社法师把握时间在营队前一天到吉打分会 了解当地四大志业的神根 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有价值的人生 把商人的法印在我们的新版里 这个是我们要带走的 带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